人物的家人 到底要那條線要怎麼划 我們再考慮 像陳佩琪也跟我建議過說 那個輪狀疫苗應該要 要不穩負擔 班出泰作幫高鴻安緩頰 民眾黨染黑染黃爭議不斷 前一天大張旗鼓成立第三方 檢舉平台 結果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夭者 第三方公正平台已經宣布解約了 接下來會有什麼單位接手嗎 情業重信發聲明 為了避免檢舉平台服務宗旨 遭外界誤解即日起終止合約 民眾黨第三方檢舉平台 才上路就被喊咖 當民眾黨在做一個 所謂的黨內自侵行動的時候 民進黨造謠抹黑不施跟進 然後造成了情業重信的困擾 炮轟遭民進黨政治力介入 不過十四號晚間 情業重信再發聲明 澄清終止台灣民眾黨 第三方檢舉平台服務委任 主因是服務範圍已經超出合作原意 並無所謂政治因素等壓力 既然外部機制已經遭打臉 請柯文哲立刻用黨內皮疑機制來處分 涉灘遭起初的高鴻安 以及文哲端十二門徒來回應社會 不只第三方檢舉平台有問題 民眾黨也被踢爆 四年來還沒看見廉政公約 如果違背了所謂的廉政透明公約 然後呢就要最嚴重的話 可以開除或是停權 那可是問題是他有這個規定 卻我卻找遍了他們的官網 卻找不到有這個廉政透明公約 高鴻安爭議連環報 柯文哲想嘗試為爭議洗白 得重新再來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